千锤万凿出身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魂不怕 要留清白 在人间 那么说咱们为什么要念这么一段定场诗呢 是因为我要表明一下我的态度 在心里边倒上一杯酒 祭奠一下这大明朝 我最景仰的一位英雄 这就是少保于谦 咱们刚开始聊这个英宗北守的时候 就有好朋友给我建议了 说咱们可以聊一聊新的这个学术观点 他们认为整个土木堡之变 以及后来的北京保卫战 都是这大明朝的文官集团 为了打击皇权 以及武将宦官集团 早已经安排好了的一场活报剧 有人提醒我 说这个说书得利用矛盾 什么是最好的矛盾呢 就是这个官场上的这些个阴谋论 得了我呀还是继续敬仰我的英雄吧 关于这一点呢 我本人就不信 我凭什么拿出来讲给您听呢 今儿咱这段书我不长 咱们要聊聊这草原上各股势力的险恶人心 您呢要是听完了今天的书 您就知道了 为什么呀这个葫芦屋百年之运 这蒙原为什么占据了中原短短一百年的时间 就滚回了草原 得嘞咱们闲话少说是书归正传 这野仙呢放回了明英宗 这明英宗回到北京城之后啊 惊天动地的一场波兰独门之变 不在咱们故事的梁子上 所以呀咱也就不聊了 那咱们翻回头啊 就得接着说 这大蒙古的太师 绰罗斯的野仙 这野仙呢翻回头望草原跑啊 不消停 挨了好几次这个明军 或是追击或是熟击 受的损失不小啊 打得够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会儿的北京城里的明军呢 不但没少 反而越来越壮大 从最初的十万残兵败将啊 已经壮大到二十二万人了 因为各地秦王的部队啊 陆续已经赶到了北京 通州大营的粮食 一例不胜的全调到了北京 这北京城啊 现在是既有兵也有粮 所以这于谦于少保 这会儿的大明朝兵不上书啊 指挥起来也是得心应手 才打了这么几场胜仗 虽然呢 没能伤到这个野仙的元气 但是总归的让这位蒙古太师啊 哎不得好受 那么说和这野仙 一同出兵罚大名的 不是还有两支队伍吗 对了 大汗拖头不花 还有就是那位阿拉之院 这阿拉之院呢 一看自己啊 占不着什么便宜 何必趟着浑水呢 人家早就撤兵了 拖拖不花这支啊 利用了这次机会 在东北这边啊 收获了不少的势力 开始的时候啊 听说土木堡一战 这野仙呢 勤获了明英宗 这拖拖不花呀 可就急了 那位说这战争一开始啊 这大汗拖拖不花 就不想和明朝发生战争 属于一个反战人士 那这会儿他是想 让野仙放了明英宗 与这个明朝起合吗 嘿嘿 恰恰相反 这拖拖不花的意思是啊 利用好这次机会 打进北京城 因为呀 这拖拖不花大汗 抱拽一算呢 他算计出来了 一旦这蒙古骑兵 打进北京城啊 那最获利的人就是他 恢复了蒙元 谁当皇上 那必须得是我呀 博尔纸巾的拖拖不花 我是黄金家族 别人野仙呢 什么阿拉不愿呢 你们也配 他这点心思 实际上野仙早就看出来了 这野仙呢 根本也没有灭了大明朝 取而代之的意思 为的呢 就是能多讹点钱呢 就讹点钱 必定你们皇帝在我手里呢 还不是我说了算吗 谁想到到了北京城之后啊 哎 人家早有准备 还没贴到北京城这个城边呢 在这德尚门的官乡啊 就让明军一通垮抽 这北京城九宫不下呀 才转头又回到了草原 这拖拖不花呀 对此事意见大了 不过呢 碍于这个野仙的实力呀 也不好多说什么 于是呢 就回到了这个东部草原 继续囤积他的势力 这会儿啊 这草原上的分歧可就明显多了 这大汗和太师啊 双方势力 谁也看不上谁 谁看谁都黑眼 于是这野仙呢 就借着自己兵强马撞 手腕硬 一步一步的打压 拖拖不花的势力 很明显呢 已然为自己撑寒 开始铺路了 可是谁都没想到的是啊 这野仙还没动手呢 这拖拖不花 做不住份了 先带着兵啊 来打野仙了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里边的炮重点 导火锁呀 是这样的 这拖拖不花 大汗呢 有好几个儿子 这些儿子呀 不是一个媳妇生的 大汗嘛 总得三七四七 才够个样 这大汗的正式妻子 这位可敦娘娘 给大汗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呀 那应该既是嫡子 也是长子 可是啊 这大汗不喜欢 压根就没打算 把这汗味传给这孩子 为什么呀 因为这位 正宫古墓皇娘 可敦娘娘啊 是野仙的亲妹妹 那野仙这边 也就是说 这个西蒙古这边呢 当然是认为 你拖拖不花 必须得把这个汗味 传给这位嫡子 可是拖拖不花呀 他算是吃了秤妥铁了心了 他绝不能啊 容忍 他以后这政权 还让这个 绰罗斯家族控制 他决定啊 把这个汗味传给另外一个儿子 不能传给这绰罗斯家的外甥 可是呢 那拖拖不花 他心里也明白 这事要是传扬出去 他那大舅哥野仙啊 那是惹定不干 那到那会儿再翻脸呢 那还不如现在 我就联合草原上 这个反野仙的势力 干脆就跟你拼了 那么说 这会儿草原上 什么人是反野仙的呢 东蒙古 原来的那些贵族 这些贵族啊 很多原来都是博尔之金 还有很多就是黄金家族 他们呀 早就看不惯了 一个外星人 原来呀 我们博尔之金的奴才 绰罗斯的野仙 站在我们面前的 邀我贺溜的了 于是呢 和这拖拖不花 一拍即合 打吧 联合起来呀 就罚了野仙了 有道士呢 这双拳担敌四手 好汉子驾不人都 这样啊 这野仙可扛不住了 派出自己的两位心腹 去迎战 拖拖不花的大军 那野仙这边领兵的是谁呀 是他的兄弟 塞汉王啊 和阿拉之院 这阿拉之院 他为什么要支持野仙呢 因为他本来就是野仙的人 虽然呢 也讨厌这个野仙的飞扬跋扈 但是他呀 一比较呢 如果拖拖不花 大汉呢 执掌了整个草原 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所以呢 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 为了保命 他才喝出去了 支持野仙 那么大汗这边呢 这拖拖不花 大汗和自己的亲弟弟 一同指挥联军 他亲弟弟是谁呀 他亲弟弟呀 叫阿嘎巴尔纪 这阿嘎巴尔纪也是名字 他还有一个呀 这个蒙古的官衔叫纪农 所以说呢 全称啊 就叫做阿嘎巴尔纪纪农 很多人呢 在聊到戴总汗这位弟弟的时候 都说这位弟弟呀 有一个非常拗口的名字 叫阿嘎巴尔纪纪农 实际上不是 后边纪农这两个字啊 是人家的官衔 自从那野仙呢 继承了自己爸爸太师 这个官衔之后啊 可能就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这几张下来呀 自己的两元主将是纷纷受伤 自己的这个亲弟弟塞堪王 还有这个阿拉之院呢 伤得都不轻 眼看呢 就要退守到杭爱山了 再往昔呀 可就是他瓦剌西蒙古的本部了 要说呀 还得说是这野仙 他眼珠一转 于是记上心来 他想出了一条离间之计 他就派了一个密使啊 跑到了这个拖拖不夸的营中 找到了这个大汗的兄弟呀 阿嘎巴尔纪 他们找到这位大纪农 什么事呢 他们说呀 只要纪农 您能够临阵倒阁 咱们这个太师可说了 这全天下呀 要是历大汗的话 那必然得是这个博尔之金事 无论什么时候 我们太师啊 也是要效忠这个大汗的 那这回这场仗 要不是大汗长事 他打不起来 也不是我们先扯起的战旗呀 所以呀 您要是能临阵倒阁 杀了大汗拖拖不花 那么这大汗的位子 可就是您的了 我们太师说呀 永远效忠您 永远效忠他的好亲家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 这却原来呀 这个纪农 阿嘎巴尔基和这个野仙 两个人啊 是儿女亲家 野仙呢 把一个女儿 嫁给了这个阿嘎巴尔基的儿子 说实话 在战争开始以前呢 这两个人关系就不错 要不说 他混了蛋了呢 是哥哥亲呢 还是亲家亲呢 这两头哪头沉呢 他根本就没颠了明白 所以呀 这大纪农 算是听了野仙的话 于是双方商量好了 牢笼之际就要擒杀 托托不化 说有这么一天早晨 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这野仙就突袭了 托托不化大喊的大营 再加上他这好弟弟 阿嘎巴尔基 从中内应 这一下子 托托不化就大败呀 只带着十几个从人 和自己的家人就跑了 往哪跑啊 他也只能啊 往东北跑了 他想起啊 在东北的乌梁哈蒙古啊 有一个 郭尔罗斯木 这个部的头人呢 跟他有亲 也是他的老丈人 于是啊 他就去投奔这位老丈人了 可是没想到 他这个丈人呢 你是大汗的时候啊 咱们亲亲密密的 如今你不是大汗 就剩下十几个人了 那咱们算了吧 你呀 是赶紧滚蛋 哈欠 真拉得下来 连饭都没管一口 就下了竹国令 让自己的这位女婿 带着家小 赶紧滚蛋 别连累了自己 那这脱脱不花大汗出身呢 黄金家族的博尔之金 那他能挂这毛病吗 他一琢磨 我这刚落牌 你就翻出了狗脸 于是啊 就和这老丈人对骂起来了 那对 您是大汗 可是架不住 现在在人家家里呀 这老丈人一声令下 就把这女婿大汗呢 给宰了 得 您记住了啊 能够顺言北渊的这个大汗 到今儿可就没有了 把这个脱脱不花的所有家人 全部弄死 只留下了脱脱不花 和自己女儿生下的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到后来呀 还有一句两句的书 咱们到后文书再说 要说这野仙的说话也算算数 脱脱不花一死 他还就真把这个脱脱不花的弟弟 阿嘎巴尔纪 立为了大汗 战争平息以后 这太师就说了 大汗 我要请你吃饭 哪天哪天呢 你来我营中 我这大白炎炎呢 于是这阿嘎巴尔纪 带领着自己的这个弟弟 儿子们呢 就去赴宴了 他远远的呀 就看见这个野仙 在大营门口坐在马上啊 正在恭迎他 他这个美 他说你瞧瞧你瞧瞧 要不说呀 我这不计算走对了 这人呢 还得做大 哎呦 怎么了 掉陷阱里了 这大陷马坑 足足蹦蹦的把他们椅儿几个全床坑里了 刚一愣神要喊救命的时候啊 这野仙的蒙古骑兵可就围过来了 往下扔下来的可不是绳子 是西瓜一样大的大石通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啊 就把这椅儿几个给填里了 要说这太师野仙的还是真够狠 自己的女士都没有饶过 一起也被填在了这个坑里 唯一逃过这场浩劫的就只有 脱脱不花的三弟 那这还等什么呀 就在1453年 大明的景泰四年 这野仙呢 哎 成寒了 就在成吉思汗陵前 当年呢 一只神剑射死他爸爸那个地儿 他杀了五头黑牛 九匹白马 燃起篝火是举火告天 不但要让长生天知道 也要让啊 身后坟丘里边的成吉思汗知道 我野仙 绰罗斯的野仙 从今天开始 就是这草原上的大寒了 不对 不是这草原上的 是大原的可寒 大原帝国的天圣 可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